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呢 凱咪非常非常需要 而且必要的生活必需品 它呢是讓凱咪增加親和力的關鍵 用了它之後呢 到哪裡都有好人員 都讓人家覺得 哇 凱咪今天好和善喔 怎麼像body一樣呢 什麼呢 大家應該就猜到了吧 就是美容放大片 就是美容的隱情眼鏡 所謂的美瞳片 發明這個美瞳片的人 真是太偉大了 就是它就在隱情眼鏡裡面 就加了色料 然後呢很多造型 像我們這種天生就是 黑眼球比較小的 眼白比較多的人 看起來就是像寶寶一樣的感覺 時到今日呢 市面上你可以買到非常多 跟那個你去專櫃去逛子孫秀眼影 一樣選不完的顏色 所以呢 凱咪今天就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凱咪最喜歡用的幾塊美瞳片 那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凱咪是沒有度數的 凱咪的視力好得不得了 純粹就是為了好看 為了造型 那首先第一款呢 我一直帶了很久都沒有變形過 然後帶來帶去呢 都覺得它最好看的就是這個 地康真亮 彩色日拋隱形眼鏡 含玻尿酸 這個出滿久了 然後我一直都是買這個色號是 核色我現在就要帶給大家看 我超喜歡這一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放的夠大 當你確實成為寶寶無物 就是會擠寶寶 對 它外圈是比較深一圈 然後中間就是有點冷褐色的 不是那種紅 或者是那種怪灰 這個顏色真的是不僅像寶寶 還像混血兒喔 對 所以我現在就來帶給大家看 好 帶好了 你看 然後戴起來 有時候會點點就是你的手會有一點 棉絮還是灰塵 就換一個新的 不要跟你的眼睛開玩笑 大家看一下這個顏色喔 深色的外圈放大 然後裡面有放色狀的那個漸層 這眼睛看起來是不是很有故事 就是很有層次 像那個彈珠一樣 就是那種 你知道 深邃的感覺 我每戴這個啊 就是出門啊 我跟你講就是桃花朵朵開 就是看起來人超好的啦 不是好商量啦 對 到哪裡都不用排隊啊 吃飯都有打折 就是麵會加一坨 蛋會加一顆 就是靠這個 抵抗 褐色 片夾 到處你知道 而且我每次去買 就會把架上的零號 哇塞 架上 架上的零度 通通買光 就是它有 就是凱咪買東西 大家知道 你有幾盒 你剩多少 全包了 就是 零號 有時候很容易缺貨 好 這是 褐色 對 我最愛的 第一名 再來這邊 我要示範另外一個 我最近發現 它的層次感 又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裡面會試好多好多 種不同的 美瞳片 然後 有些戴起來 就會看起來怪怪 或者是氣色不好 我試到這一個 我覺得很適合 你想要變色 又不容易讓人家察覺的 一個很漂亮的 美瞳片 這個 雷美日泡影星眼鏡 它也是 外圈有一個 深咖 一樣是會有那個 鴻膜的漸層感 很漂亮 然後它這個稍微 再更咖啡一點 放大效果也超好 一樣 也會讓你瞬間變成 麻麻的感覺 這是在金碩光學 大家去捷運站有沒有 都會經過吧 對 他們有超多牌子的 蠻咖的 顏色比較明顯 我記得它是一個系列 然後它好像都跟 糖果啊 蛋糕啊 布朗尼啊 就是甜點類的那個命名 那這個顏色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 真的放很大 對不對 它的咖啡色 也是很自然 比較明顯一些 一比較起來 就覺得 這邊是比較帶灰 然後這邊的咖啡色 就不會太誇張 男生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低調一點 又想要放大效果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 還蠻漂亮的 搭配你那咖啡的眉毛 你會覺得整個人 更像混血兒 那接下來我要來介紹 另外兩款 這個是它叫石銅 然後它是專門給 男生戴的 這個色號叫做 龐德輝 它沒有像女生款 那麼的繽紛 它就是黑色一圈放大 造型很特別 很像那個相機的快門 那還有另外的顏色也不錯 然後這個是比較深色的 帶給大家看 就外面一圈 片眼球的範圍已經大到不像畫了 我的眼白幾乎還不見了 我覺得這個放大效果超級好 而且它近看很有立體感 一片一片一個造型 會讓你的眼睛黑色的外圈 看起來很有層次感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是 深咖啡 也不錯 有些黑色看起來就是 一圈很死 然後它這個就是比較有 漸層感的黑色外圈 也是凱咪推薦給 男生的一個首選 或者是有些女生 你想要帶一些比較自然的黑色放大 這個牌子也不錯 可以去試試看喔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一款放大片 是我的最新的發現 這個牌子做隱形眼睛非常有名 然後歷史非常悠久了 它就是那個嬌生Ecview的系列 它的日拋放大彩片 早期就有出過三個不同顏色 然後那時候他們訴求就是 可以帶的比較舒適 長效的保濕 比較不會給眼睛負擔 比較健康取向 所以它在那個造型設計上面 沒有這麼花俏 但是你知道現在是一個農妝的世代 大家以前選擇化妝品 放在你自己身上 都會想說自然一點的比較好 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 大家一定在不要求自然的 花錢就要看到效果 花錢就要看到哇的感覺 所以因應時代的潮流 他們也推出了新的系列的那個放大片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看 這個 這個呢 給大家看另外一款 它是有不同顏色的 然後我家裡還有另外兩款 然後我都試戴過 這個黃色的勝出 它這個咖啡色是 有點偏黃棕色 而且它的放大效果 也出奇的好耶 就是它已經聽到了女孩們的心聲 它那個彩片的設計 因為早期它就是很單純的一圈 戴上去呢很舒服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造型的改變跟變化 然後他們現在全新升級這個 哇應該是全新升級啊我不知道 也是在當中力求變化 它那個漸層膠織也是非常的有設計感 重點是他們家的隱形眼鏡戴起來非常的舒服 所以如果你是眼睛比較敏感 或者是眼睛比較比較高拐的那一種人啊 你就可以買他們家的隱形眼鏡 它那個咖啡色就結合了一點點黃鶴黃棕色 戴上去啊 眼睛會有點琥珀的感覺 剛剛前面介紹那幾款啊就是讓你看起來好像混血 但是這個呢就是像真的混血 假混血跟真混血 這是真混血 戴給大家看 就是有種琥珀色的感覺 乍看之下你不會覺得我有戴放大片 看起來就像這個人的眼睛有點咖啡色 有點迷離的感覺你知道 迷離的感覺 每天上班啊 每天工作啦 約會啊 或者任何時候戴上去不會有負擔 而且很舒服的一款隱形眼鏡 只有隱形眼鏡的發明之後呢 你的眼球要變成什麼顏色都可以隨心所欲 但是它就像選彩妝一樣 就是有時候顏色選不好 你會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所以你也一樣要多試幾款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是凱咪試到最近覺得最喜歡的咖啡色 好呦那這就是凱咪介紹的四款最愛的隱形眼鏡 美瞳放大彩片 它真的可以讓你看起來更加分 尤其是適合一些黑眼球比較小的人 如果你想要偶爾改變一下風格 或者呢你是一個重度的彩妝者 搭配不同的彩度的眼妝造型 跟隱形眼鏡的搭配 其實呢也會非常非常的好玩哦 好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啦 希望你會喜歡 那不要忘記了幫我們關注 同時鎖定我們精彩的影片 開TV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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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大家很有趣 我們下次見 還有一趟 歡迎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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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